身边的人总说 人啊 都是越火越淡然 以前想要的东西很多 现在只要平安喜乐就行 有时候想想还真是这样 这些年我见过许多人在城市当中 努力奋斗的样子 见过胜利 见过死别 见过无数个疲惫与遗憾交织的瞬间 总有人说累 也总有人不敢说累 大部分人都是前一天撑不下去了 然后睡一觉 第二天起来继续若无其事的上班 因为他们知道 无论生活难与不难 都得自己过 而努力的意义就在于 以后有能力 留住自己喜欢的人 有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曾经有人问我 生活当中最难熬的时刻 都是怎么度过的 我仔细回想了一下 却想不出一个具体的情景 曾经让我觉得无法度过的时刻 现在不再是绊住我的那一块石头 我该是懂得 生活中有许多坎 当你迈过去了 就不会在意了 有一句话说 当你淋雨的时候 一定会有人赶着来 为你撑伞 生活不简单 但你要记住那些 给你温暖的人 是他们 在灰暗的时刻里 支撑着你 不要放弃 你要记住那个倔强的自己 虽然脚步缓慢 但每一步 都很踏实 很坚定 在每一个风起雨落的日子里 我们都要善待自己 善待对我们好的人 生活不一 且想且珍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